今天吃喝玩乐有学问 今天吃喝玩乐有学问 我们非常谢谢在现场的咖啡达人 但是他过去现在应该还是一位音乐学习者 而且是一位音乐演奏家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各位所介绍的 是他像学习音乐一样的把土耳其咖啡介绍给台湾 他的这家咖啡厅叫做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来是他的中文 是哦那你那个Copy Ibrick是土耳其话 Ibrick就是我们使用的这个土耳其湖这个器具的名字 Copy就是咖啡的意思 因为很多地方其实咖啡他们会叫Copy 好Copy Ibrick一步一步来这家咖啡厅的创办人张光有阿仙 你好你好大家好 你是学音乐的原先 对我原先在欧洲是念音乐的 在欧洲你是欧洲长大的 没有我现在台湾念就是新闻 新闻系毕业之后去布鲁塞皇家音乐院念爵士音乐 然后呢 然后后来回来台湾之后就做了几年的这个 还是做了几年的音乐的演出的这个工作 然后来就是大概这三年转向比较是食物产业的方向 对但是我之前其实一直都有接触食物产业 所以其实他我转过来其实不会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隔阂这样 哇你是念新闻之后这个到北欧去学音乐 对你要说比利时吧 呃爵士吉他 哦是 所以你本来学的新闻想转业 对 转成爵士吉他手 对对对 你的人生的选择非常的不一样 对了其实你可以这么说 然后念了爵士吉他 念了爵士吉他 念了几年 我在那边三年待了三年的时间 嗯 然后就在那边其实当然就你在欧洲生活嘛 就是尽量的去体验当地的食物的文化啊 然后一些就是不同的这种特色的食物这样子 嗯好那为什么回来之后又做了几个咖啡厅 而且这个咖啡厅的市场在台湾大嘛 你这咖啡是一个门槛不是很高的这个行业啊 那而且你想想看这个连锁咖啡在台湾 他的这个功成绿地的战力非常强 所以你选择了一个比较小众的市场 嗯对因为其实我从以前 不管是我喜欢的音乐 或是我后来专演爵士乐之后 我是专业中东音乐 其实我确实是一个比较喜欢小众文化的 哦你是因为在洛塞而学爵士吉他 可是我后来回来台湾 然后学上了中东音乐 后来回来台湾之后 我就认识到了一些玩世界音乐的人 然后我就转入了中东音乐的行列 所以我后来都是演奏中东的乐器 哦对 中东音乐让人家想到的就是肚皮舞 我这样想对吗 最早最早一开始 我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肚皮舞有一些需要伴奏啊 然后需要现场乐队 然后我们就开始学习这个乐器嘛 所以确实我在过去几年也帮很多的肚皮舞者 在大型的演出上面有帮他们做伴奏 这样子 所以最后选择开一步一步来这家咖啡厅 你是在介绍不同的咖啡艺术还是在做生意啊 请问你 当然做生意是一个是一个绝对主要的 那因为我其实我喝咖啡喝很多年那也接触了很多的 就是不同的咖啡店的业者 其实算是我蛮知道这个产业在干什么 那后来进来之后呢 当然我们想说要选择 本来也是没有想说要走土耳其咖啡这件事情 那就只是一个idea 然后我发现说 其实中东的这些比较年轻的咖啡的吧台手 他们其实也很努力的想要把他们的文化介绍给世界 那其实事情有一些转变 就是我们看到当地的一些年轻的吧台手 他们开始在把一些所谓精品咖啡的概念 去做到他们的这个传统的方式里面 那这个你知道土耳其咖啡的这个方法 它是联合国已经登陆为世界无形文化遗产的 那我觉得这么传统的东西 那加上其实我本身也喜欢这种传统的艺术 我演奏的这个乐器 乌德琴这个老乐器 它也是一个传统艺术 那我觉得这种传统艺术的这种美感 那它要传承下去 它必须要结合一些新时代的感觉 那再加上现在台湾市场上 你看太多就像您讲的 太多的这种手冲咖啡啊 那个好像大家就可以一下就是学一下就开店 这种感觉 那我觉得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选择了一个这样不同的一个风格 是所以一步一步来 其实一步一步来的意思就是你的咖啡其实是一杯一杯泡的 一杯一杯煮的吧是不是 当然是一杯一杯煮的 那所以你的咖啡豆跟点心也都是中东的 这个传统的经典 没错没错没错 一杯薄翠咖啡 两百二或是两百八 浓翠只加五块钱 那也还好 我先看什么亿季咖啡啊 一千块钱一杯啊 那就是看每个每家店不同 他们想要 因为他们当然亿季有非常贵的 但是也有没那么贵的 那就你因为其实说一般消费者 他并不知道亿季咖啡到底 这家电竞的亿季是什么亿季 所以其实亿季咖啡是一个品牌啦 那当然价格当然现在有点自在人家开 那我们店的亿季当然不是那么贵的 因为我觉得你一千多块 没有人就是可以一天到晚消费一千多块吧 今天的吃喝完了有学问 我们请到的是 这个阿仙张光佑 他所开创的这家 Boutique的咖啡店呢 是以这个Turkish咖啡作为卖店嘛 叫做一步一步来 而且地点是在仁爱路四段台北的四十八项 二十三号 这个是非常征战的饮食区啦 东风街跟东华南路跟大安路之间 那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点心据说是非常不一样 也是中东的点心吗 中东大家记得的是那个 通常记得是好甜好甜的蜜枣 然后中间再放一颗Nuts 对不对 核桃啊 那个是最经典的 对对对对 好甜哦 中东的点心 中东的 因为中东的枣子在生产在沙漠区嘛 当然它那种那种枣子一定在那边 雪都没了 才会那么甜 在那边才会那么甜 水都干了 所以只剩甜味 非常甜 那它当然它配咖啡是很搭的没错 那过去我们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们在天母的时候 我们手工做这个 另外一个这个很著名的中东的点心 叫Baklava 那我们叫 Baklava 果人秘书 果人秘书 而且远看你照片好像肉桂卷啊 对远看 但其实你近看你会发现 其实它是我们知道现在很 就是法式点心的千层书吧 它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点心 只是说千层书 你是把面团跟奶油包在一起 然后去折叠 进去烤之后 它散开变成很多层酥皮 可是Baklava呢 它的每一层呢 你都必须是手感的 所以最初我在做这个点心的时候 我真的是每次都花了三个小时 才做一大磨 那其实台湾没什么人了解这个点心 那所以我们现在换到这个 人爱远环这个点之后 我们现在因为我规模比较缩小 我就是每个礼拜会空运 土耳其当地最富盛名的Baklava的 果人秘书来台湾 那它里面是夹开心果 小小一个很精致 但它其实就是集合了 所有甜点的 好吃的东西都在里面 就是甜 然后你酥脆 然后有口感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古老 那是其实是一个极大层的一个点心 所以它是一个酥皮的 对对对对 这个圆看一下肉桂卷的一个 嗯 面粉做的 对对对 它就把它 它把其实它每一层 它这个很特别 它是用羊的奶油 哦 所以它把这个皮 每一层都要擀得像报纸一样薄 它叠进去之后大概 就是它一层一层铺上去 铺上去 然后你夹 夹你的那个开心果之后呢 最后你切割要进烤炉之前 它会淋上大量的羊的奶油 让这个羊的奶油吃进这个 会有羊的味道嘛 对一点点 可是其实你如果不讲的话 你可能不知道 那我跟你讲 你发现这个油的香气不太一样 那我问你哦 对 你们这个一步一步来这个咖啡厅是 Turkish咖啡吧 对 那土耳其咖啡就 因为土耳其咖啡是用土耳其咖啡的 制作的 没错没错没错 设备 对对对对 那所以它的咖啡出来就是比较 比较 比较粘稠吧 Dark 对关于这个就是说 等一下我们来介绍 什么叫土耳其咖啡 那土耳其咖啡就一定要配中东式的点心吗 好像要 因为它很粘稠很苦涩对不对 所以要吃甜点 传统的观念是 对 传统观念是 所以可能你有改变 我们做到的不是 对对对对 那所以中东的甜点就一定要喝土耳其咖啡吗 中东人喝不喝星巴克呀 中东人 我想现在在杜班那种地方应该也是有 也是有星巴克 没去过杜班 因为对我也没去过 但是但是其实那边毕竟现在已经全球化了 所以星巴克当然就要攻占世界各地的版图 好 不好意思听众朋友不要说土包子 你去过了中东的人请你告诉我一下 到底中东人有没有星巴克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把中东的音乐这个作为自己的喜好 从爵士吉他转而开了一家咖啡厅店 那所以在你们那边有有土耳其咖啡 有中东的点心 对 还有中东音乐 中东音乐也 还有老板的演奏吗 对 有时候大家问说 这个乐器是什么 那我就秀一下给你们看 OK 好好好 立刻回来 但是创业有哪些艰辛 哪些心酸呢 未来这个市场又怎么来推动呢 毕竟做生意跟兴趣是两回事嘛 马上回来我们来请教阿鲜 张光佑 Coby Ebrick 这家咖啡厅的创办人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好 我们等一下要访问蒋万安跟易思安 什么两个安 好好 在现在这个吃喝完了有学问当中呢 我们请到的是 Coby Ebrick 一步一步来这家咖啡厅的 比较特别的创办人 他学的 在台湾学音乐 学新闻 后来到布鲁塞尔去学了 这个吉他演奏 那回到台湾之后呢 他又发现自己对中东音乐的兴趣 然后转而开了一家咖啡厅了 感觉到 你的兴趣的选择是 非常坚定的 可是一定很多人会告诉你说 做生意 对 没错 没错 当然 你开了多久了 这家开了 我开了应该算 现在应该是已经快两年了 快两年 这个品牌开了快两年了 有赚钱吗 现在我 因为我一开始是我跟我一个合伙人 那后来 因为一开始真的 因为我那个合伙人就是我们一起 那他比较不是那么了解生意面的东西 所以在第一个地方确实那真的太难 那后来我把这个我们的专业 focus在咖啡这个上面之后 到了这个比较市区这个地方之后 现在开始慢慢的就比全面都比同期的去年更好 那我们还慢慢的在成长 所以在推广的是土耳其的咖啡豆 应该是说我自己烘焙的咖啡豆 那 透过土耳其的咖啡的方法 土耳其的 所以咖啡豆是一样的 跟市面上的咖啡豆是相同的 对对对 我们是在做精品咖啡 只是制作的方式是土耳其的 对制作方式是传统 什么叫土耳其咖啡啊 土耳其咖啡呢 它是一种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 制作咖啡的方法 制作咖啡的工艺 那简单说其实就是以前的人喝咖啡 怎么喝咖啡呢 他们就是把咖啡粉跟水 冷水丢进去一个 他们在用的这种壶里面 这个壶 丢进去之后 然后把它搅拌之后呢 直接放到这个炭火上面呢 去煮 让它煮到这个 表面会胀到这个顶点之后 把它倒出来 一般大家是用一个滤脂 对对对 一般都是用热水 它不用滤脂 因为直接过滤 它直接就倒出来 所以是有粉 有粉没有滤脂 那怎么喝 所以这就是它的特别 就在这边了 因为我们磨的粉是非常细的 那这么细的状态下呢 你在这个倒出来之后 你静置五分钟 那所有的细粉呢 它会完全的沉淀到底部 在喝的时候呢 你稍微的把表面的泡沫 吹开之后呢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液体 比你想象中的干净很多 过去很多人到中东地区 喝土耳其咖啡 他不喜欢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喝 那也有很多就像 可可姐刚刚说的 是不是很浓稠 很粘稠很苦 没有错 在五百年前 他们一定是喝这样的咖啡 那个时候没有 所谓好咖啡的概念 那我们是 我们现代人是对这种咖啡 有追求的人 所以我们把精品咖啡的概念 导入了这个 土耳其咖啡之中之后呢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喝到 不同于我们所知道 手冲咖啡的那种醇厚 可是同时你是享受到 是干净的口感 就我们知道咖啡是从咖啡豆当中 萃取它的精华吗 变成这个饮料吗 没错 所以制作不同的咖啡 是它萃取的方式不同 对 所以土耳其咖啡也是这样 没错没错 但是烘焙的豆子 都是来自全世界不同的地区吗 没错没错 像我就是会进 比如说伊索比亚 像我们进很多非洲的豆子 进伊索比亚的 进肯雅的 那当然中南美洲也有 那由我自己烘焙 然后把它煮出来 就是我现在大概就是早上烘焙 台湾市场怎么接纳这样的咖啡 因为其实我们以前最早 在台湾这个咖啡当然 陆续的比较引进 最早大家都喝美式咖啡 那接下来就有小蜜蜂 这个它是红西式的 有没有上面一个圆 下面一个圆 这个是有一段时间 非常非常的流行 那当然接下来就有 意识咖啡 意识咖啡 各位这个全世界都承认 Starbucks它把美式咖啡打败了 然后它把意识咖啡 精品咖啡 这个跟一个咖啡环境 它把它带动到了全世界 所以在喝咖啡的这个背后 其实还有某种程度的文化 对不对 所以你的这个 这个Cobie Ebrick 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品牌呢 还是把它变成一个 不同的咖啡文化 那小小的力量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品牌 那我们就是想要做的 就是把品质这个部分呢 做得更好 那就是所谓做得更好 就是我们透过我们一开始 我们其实是像一个 茶行一般的推广形式 就是你进来喝咖啡 那你带了一包咖啡走 你当下喝的咖啡是免费的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每一次客人来 然后经由我们的 就是呃 准备这个咖啡 他了解到我们的烘焙之后 一次一次的回头课 就是在目前在建立初期的 这件事情 那大家知道说 我们的烘焙 用特别的方式来去推广 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那当然 因为毕竟我们推广是美好的咖啡 所以当然你说美好的咖啡 未来的结合性 当然它可以结合很多美好的事物 比方说音乐也是一个 那比方说各种不同的食物也好 甜点也好 食材也好 这都是未来可能的方向 不过我们的吃喝玩乐 有学问介绍了非常多 这个不同的创业者 这些年轻的创业者 我们都非常鼓励 但是做生意是打这个实际的战争 没错 现在在台湾的土耳其咖啡的市场 推广的是怎样 算我是大概全台湾 第一个应该可以说 你可以说全亚洲 我们是第一个在做所谓 精品土耳其 因为过去我们确实遇到一些困境 就是很多人不了解土耳其 他会觉得我们做的 就只是一个文化的东西 那我确实不是只是在做这个文化 我是在做咖啡的事情 但是我用一个特别的角度来切入 所以当我开始戴起之后 陆续的中国这边 他们也有邀请一些 我们过去就是演示 或是像香港这边 日本也有来采访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行程 我想我自己是觉得 还慢慢是蛮有潜力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后面就会开始有一些 想要跟我们学习的人 他就会有来我们店 像现在台中我们也有一个点是 推广土耳其精品咖啡 那我们去教他咖啡豆 然后教他怎么操作这件事情 所以你是要把它做成一个连锁的品牌吗 因为在当然这个星巴克他是统一代理 所以他经过了几年的亏损之后 他已经立足市场 占了很大的一个品牌 氛围跟某种指标 后来有嘎玛 嘎玛老板是谁我搞不清楚 但是嘎玛也好多 还有路易斯 那现在我看到市场上面 好多好多这种要做连锁品牌的 那Fica Fica Cafe 那James他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市场上面 他的竞争很激烈 你怎样突出重围而不必 在这个创业阶段 这个备受艰难的挑战 其实目前我们就是从小的规模出发 那小的话你就知道 因为你说真的开一个很大的店 那他需要投入的资本很大 那那是马上的 一直在快速的烧钱的 所以我们为了要专注在咖啡 才我们这个地方一开始 我们把店设定的很小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其实很多大企业家 林郭代明也讲过 现在的年轻小孩很奇怪 他不去这个产业界 然后他就拿点钱来做咖啡厅 是没有错 然后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做咖啡厅不是这么简单的 你当时来做这个的时候的资金 是靠你自己 就靠我自己 然后呢 那当然就这么讲 就是说 我很怕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概念 就是随便想开咖啡厅 就可以去咖啡厅 就可以赚钱 你是算七年级生 八年级生 我六年级 七年级 我说我民国六十七年 六年级后半段 六年级后半段现在都还 哇 六十七年次现在都也不小了 要创业嘛 对 所以这个辛苦的这个过程 你的心得是什么 未来计划怎样 其实我觉得就是 你当然开一个品牌不容易 但是你说 我们其实在创业来讲 不算年轻的创业者 但是我觉得前面也没有在 就是有的时候浪费 不会浪费 就是前面的时间 我也是一直在累积我的人脉 那所以其实我在食物界 咖啡界 其实我其实人脉 已经累积非常多年 很多人参加这个咖啡比赛 你有参加咖啡比赛 哦 没有 我们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 因为咖啡比赛说真的 那是一个比较 大家所知道的 就是好像 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 往上爬的这种 比较算是大家知道的 所谓的常规道路 很多年轻的咖啡师 他们会想要选这个道路 但是我们走的道路是从 一路是从品味累积 然后人脉累积 到现在这样子的地步 所以你走的是比较顶尖的 金字塔的顶端市场 可以这么说 那就加油咯 谢谢 好 非常谢谢 谢谢 一步一步来 Kobe Ebrick 这家土耳其咖啡的创办人 张光佑 阿仙 谢谢 年轻人创业 我们都希望在我们这个店员当中 给予相当程度的鼓励 等一下蒋万安 委员要来现场 接受半小时的访问 他的行程的关系 易斯安 2020年 中共要打台湾的作者 也来到我们台湾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ja他们的节目 祝责